毒品分装竟然也采自动化 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 破获了一处毒品分装厂 一共查扣3000多包的毒咖啡包 那因应暑假的时候需求量比较大 他们还是动用了自动分装机来包装 经番鹤枪实弹攻坚还搬来旅踢 并分多路包围嫌犯租屋处 毒洞透天措就怕他从哪个出入口溜了 远景利用旅梯爬上二楼将每个出口堵住 让屋内嫌犯插翅也难飞 屋内大量的毒品咖啡包角度三窟 警方经过长期搜证 发现灵性为首的贩毒集团 为了避免警方查气 在苗栗地区陈出多个地方 作为毒品分装处所 再透过下游人员贩售 因应暑假需求量大 还动用自动分装机包装 现场总共查获三千多包的毒品咖啡包 市价超过百万 警方另外在其他租屋处所 又查获另外两名共犯 亦据将这个集团瓦解 全案证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 移送侦办 近年来咖啡包等新兴毒品兴起 警方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 以维护国人身心健康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